我当是什么宝贝呢 这不是红豆吗 有什么稀奇的 这可不是一般的红豆 这是王维市里的红豆 你没听过王维的 相思吗 虽然我们没有红豆 也不在南国 但是我们仍然不想错过这个春天 今天我们想开始车 带着你好好的看一下北京的春天 有没有感觉就把车停在这个位置 后面都是花就觉得特别的美 其实北京的春天就是这样 都是粉色的 山性啊 桃花啊 雨夜梅啊 粉色的玉兰 通通都是 你就感觉在这种粉色的温柔的里面 好像整个北京的节奏都变得慢了一点 然后我今天就是想把这种汽车很机械 很冰冷的东西停在这一片的花海里面 让它变得很感性 很浪漫 然后你说你为什么拿着这个 嗯 因为这个是生椰拿铁 你知道吧 这个车漆的颜色也是生椰拿铁 但是我对比了一下他们俩 我感觉这个商家可能椰奶 放的少了一点 就这一切配在一起 不包括我啊 你就觉得怎么那么的好看 这车长是一个五米整的 轴距三米整 然后风阻迅速极低 只有0.206 还有你有没有感觉 就这个颜色 配上这个流线的车身 就超级美 而且四个门啊 车窗都是这种无边框的 带电锡 但是最撩我的 还是那个大仙碑 太好看了 刚刚的那段混检 想要带给你的 就是座舱的氛围 这个座舱叫做巴赫座舱 我倒不太懂啊 我就聊聊 我就是觉得挺高雅 挺美的那种感受 然后说一下这个座椅 它是纳帕的真皮 其实现在这个级别 倒是很多车都会用这个 但是它的椅子是有一些用心的 比如说 它通过这种座椅的收力分析啊 然后包括振动频率的这种分析 还有就是咱们国人体格的一些数据的分析 所以它坐了这个椅子 它想要的就是舒服 但又不是一味的软 就是有那种塌陷感的那种舒服 它要解决 比如说好多电车 大家觉得坐姿太高了 或者椅子跟身体不贴合 还有一些可能填充物不太好的这种问题 就是它希望说我即便有一些颠簸的时候 身体是紧贴着座椅的 前后排都有座椅的通风加热 然后跟咱们之前拍的R7一样 它也是有三块屏的 这三块屏就是我主驾可以分享给副驾 然后有声音的提醒 副驾也可以一键分享给主驾 也是有声音的提醒的 而且它车里面是有四种钉厂的 就是主驾 副驾 后排 全车都没问题 而且之前咱们还试过一种 就是你连一个蓝牙的无线耳机副驾 这块它是一个隐私屏 之前很多人都觉得说 它要是看东西会很干扰我 我总想看它在干嘛 但其实这块屏在我的主驾来看 它全都是黑的 我什么都看不到 它也干扰不到我 它是戴上耳机之后 那它就自己享受它自己的世界 我就静静的开我的车 F7后边也有一块屏 这是之前R7上面没有的 然后你发现了吗 后排到氛围灯 你看我自己还可以在这来调 然后也一样 之前不是说声场吗 这也有一块小屏 如果你想听什么 你也可以自己来放 然后它这边就所有的都是皮质的包裹 然后大家可能会担心说车门的问题 就是它在这个后面的这个位置 也是有这样的一个机械的开关的 弯有什么紧急的情况 像这个一样是可以正常下车 然后你看这个所有座椅的这个靠背角度都是可以来电条的 然后中央扶手是一个一体式的 你看它这后边的背架还给你做了一个这种按压式的背架 而且该有的木板金属的这些装饰也还有 就包括这个盖板也是一个小的金属按键 我觉得这些细节都还做的挺好的 在外边你可能会觉得说整个有一点溜背的设计风格 但是你看实际上人坐在车内你也能够感觉到 尤其是我回头看的时候 我觉得它整个往下溜的位置 实际上正好是把你的头的空间就让出去了 所以以我的身高来说 我并不觉得这个车顶会很压抑 还有一个就是坐垫 它的这个坐垫的整体长度是坐了496毫米 它没有说我想让这个后排空间显得很大 然后我把坐垫做的比较短 而且它坐垫的角度是一个微微往上扬的一个角度 所以你各种承托包括你的乘坐的姿势都还挺舒服的 它虽然副驾没做现在很流行的那种女王坐驾 但是它整个副驾的轨道做的是非常长的 而且它除了能在它那侧的门板上去调节 我在后排的这个位置也一样可以去调节 看看后排最大的空间右后能有多大 Let me know If we're on Let me know If we're on Let me know If we're on Let me k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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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FA F7强调的是舒适性 它跟自己同门不同排但是长得超级像的那个哥们儿 他们俩是完全不同的这种个性 它就是属于舒适的那个就是喜欢强调运动的 但你知道很多车为了强调自己的舒适都喜欢加空气悬挂 但是这老哥没加这个东西就是三分的硬件七分的调降 我觉得它的这种阻尼的设定和调教出来的那种质感 它是非常接近空气悬挂的 而且它是一个轿车你要知道它离路面的这个距离更紧 所以我觉得它的处理难度是比SUV要更难的 但是说一下就是它过减速带能做到什么 你的速度不用降的很慢就能够过 还有它对于那种修补路它也没有什么多余的这种扭动 多余的那种晃都没有 它是有一个九层绿震的 PSEV的这个轮胎 你知道米其林的吗 人家说好多的电车现在都用 但是它的配方跟别人是不一样的 还有就是它的液压的衬套 那么很多都用的橡胶衬套 再有一个就是它的这个减震器的弹簧 还有它的座椅 反正总共是九层下来 那就传达到你身体的这一块 你的感觉就是我看到这个路很烂 但是我的身体感受就能够差很多 和我看到的这个东西不一样 再有就是咱们喜欢强调路感通过方向盘传递上来 但是我觉得这两天开下来 我几乎没有感觉到这一部分的这种传递 它的驾驶这一块的调节就超级细 它里边有一个叫做无极调节 无极调节就是啥 这么大的一个进度条 就你可以自己一点一点的拉 就跟你看视频的那种感觉是一样的 它是等于在电门的这一块和在能量回收的这一块 都可以一点一点的调 就能调的超级细 调到你满意位置 但是它的转向和它的制动 就跟咱们平常的车一样 就分三级 比如说标准高还是低 就这么去调 但是它的这个 就是这个轻 我都觉得这个转向来的非常的成熟 就比一般的转向要沉 它的这个转向要潮的运动 我觉得基本上就会到了 你真的会觉得说 哇是不是有点太重了 我开着很累的那种感受 而且今天为了带大家看花 咱们来到了山里边 我都感觉说 一个五米的一个这么长的一个车长 我在山里边这么扭来扭去的跑 我竟然还会觉得说 我不用把速度放的很慢 也就是说 它虽然能在绿震上给你去掉很多 但是它还是有那么一点 就开起来的这种乐趣的 不会让你感觉说 你拖着那么长的一个大尾巴 虽然咱们看后备箱的时候 你也感觉到了 哇塞 那个后备箱 我要拿到里边的东西 我感觉得跪着进去 咱们今天开到 这是一个四驱版 它里边有个超级玩家模式 就是它可以五五 可以三七 然后还可以七三 还可以后驱 还可以四十四驱 反正咱们要是买四驱版的时候 都知道 我是跑得快 我这个零百三秒七 但是我多花钱了 然后我续航损失了 所以它这么一调节 可能就能够让大家心里面觉得 稍微的平衡一点 再来说一下架势不住 这个就跟动力方面一样 就是能调到你满意为止 它整个的道路偏离的这一块 都能够给你设定 因为很多人开的时候 你不会感觉说 它帮你修正方向的那一下 劲儿特别大 帮你吓一跳 它也可以再去细调 而且包括它的领航辅助 领航辅助 咱们都知道 现在很多都是声音提醒的 它也有 就是它的开启和关闭 都是有声音提醒的 要么好多关的时候不提醒你 把你吓一跳 但我觉得它如果要全程都有声音提醒 比如说它自己并线的时候 规避慢车的时候 它也告诉我一下 可能会更好一点 不过它的这个自己并线 它可以选择 在这个系统里边 把它打开和关闭 而且很多人 是不是在城里面 用这个功能的时候 你会感觉说 哎呦有你并的功夫 我都并过去了 是吧 你就嫌它慢嘛 它这个都可以调 就是你是想让它 比较舒适的过去 还让它比较干脆利落 快速的过去 都行 而且NVA式方面 真的是挺静的 再加上它整个的动力输出 都能做到很柔的一个感觉 反正我觉得开这个车 就不会让你有什么地方 让你觉得怎么那么别扭啊 那么不舒服啊 老是干扰你 要你去适应的地方 没有 它都适应你 都可以根据你的想法来 还有就是咱们平常听歌的时候 然后又同时开始导航 你是不是觉得很烦 就把你的歌 一首歌打得稀碎 它可以变成一功能 就是主驾专享 就是只从你的这个头枕 就像跟你说交交话似的 歌正常放一点音量都没有影响 就是还有一个模式 它是有方向感的 咱们知道有一些导航呢 它为了能够区分出来那种干扰 它会从车门上来给你报导航的声音 但是这个车不同的是 它在左右车门两边给你放 就比如说你前方要左转 那左侧车门向 前方要右转 右侧车门向 向左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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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记得开头的相思吗 如果说给你一辆车 然后选一个古人一块出行的话 你会选择谁 我觉得我可能会选择 且江新火煮新茶的苏式 你觉得春天喝一喝明前茶 就特别的棒 还有就是它毕竟会做东坡肉 你就觉得说趁着19年花 可以好好地享受当下 总之就是要找一个舒适的环境当中 好好地放松心情